這裡有個朋友跟大家分析一下 在貴州那邊一座橋的經濟價值是多少 它用英文寫的是華章橋 全場是將近三千米三千八百九十米 離開最下面那條河是六百二十五米 非常之高 因為有些橋的交通時間可以由本來的七十分鐘 去到一分鐘 花很多時間了 大家可以明白為什麼 你上這邊去那邊 以汪來說就要下山 中間當然不可以直下直上 唯有在那邊走來走去 最低要過一條小橋就走上去 這裡就要七十分鐘 但這條橋一起好 一搏好 一聲直過去一分鐘就完成 到底這個節省的時間 將它轉換成淺 當然第一就是這條橋的成本 然後這條橋的成本 然後給多少人用 每一次用 因為你由這邊到那邊 可以省多少時間 和省多少電油資料可以繼續出來 所以我們可以估計一下 然後它又說 我現在當然不知道這條橋幾次 但可以拿一些類似的橋 就是在貴州的 另外一個叫平潭 Pintang Bridge 已經知道了 這個Pintang Bridge 用了15億人民幣 全長是2100米 而這座沒有那麼長 也沒有那麼高 只是310米 所以這條橋就應該建好了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因此這條橋長一點 離地高一點 難度高一點 價格要高一點 所以他就說我們當這條橋要雙倍價錢 由2100多到2800多 長了50% 但將價格推高一倍 當它要30億人民幣 大約是4億1000萬美元左右 搏什麼呢 搏兩個地區 其中包括苗族的地區 每一個地區大約有300萬人 加起來大約是900萬人左右 好 我們就跟大家計算了 就是5% cost 就是用來蓋在野 拿5%的成本出來 成為每一年的財政費用 這裏大約是2000萬一年 當然要保養 當它是100萬一年 另外要保養在上面行的高鐵 高鐵大約保養費 這裏大約是120萬一年 每公里 這裏大約3公里 所以大家加一加賣 就是要計算它這個資舊 當它有70年壽命 每年就當它是600萬 所以每一年總共的經濟要付出的價格 就是2700萬 如果這2700萬分在 我剛才說每邊有300萬人 不是三個地區 是兩個地區 所以就分到600萬 不是分到900萬 分到600萬人 計算每個居民的價格 每一年價格大約是4.5元人民幣 這裏要轉回人民幣計算了 值不值呢 第一 計算交通時間 由70分鐘變成1分鐘 最早和原油的節省多少 每一加卵行到15里 因為這些是兜著山 所以估計這裏可以節省到1.6加卵的原油 它用了美制的原油每一次 如果是用電動車就一半左右 所以省大約每一程就省3至9元 時間呢 時間呢 我們當它1小時就4元左右 這裏差不多加起來 每一程就省大約每一程就省大約3至9元 時間上的5元加起來就是8至14元之間 你便會省大約每一程就省大約 但我們就知道 這個人工就會隨著年時間上升 即是說現在我們是用一個 目前低的價格 低的人工來建造橋 但是呢 到達橋是臨尾的時間 那些人工會上升 這裏很簡單 如果是50年當作是2%的增長率 那這個時間 只是這個本來是4元 這個便會變成3元 到50年之後 所以現在值不值呢 你自己可以考慮 所以完全是看到底 可不可以有足夠的車輛用這條橋 當然在這裏我們計算 每一程就省大約10多元 所以我們就要看看 每年要2700多萬 那便除回這個10多 27個檔是13 那就是2700多萬 那便除回這個10多 那就是2700多 那便除回這個10多 那就是2700多 那就是2700多 那就是大約一年有100萬個 一個樓量 那便已經值回票價了 那便就… 那便… 所以我們現在要計算 這些就是每一年有100萬 那就是每天有100萬 幾百個的交通的用途 那已經可以值回這條橋 所以中國時期的話 我們要想發達 先收路 其實就是… 如果跟外界完全隔絕的話 你想可以有最高的經濟效益 是很低、很難的 高的經濟效益 要靠多聯、多通 水、電、通訊、貨物可以流動之類 這些基礎建設 是很影響一個地方的經濟能力的 那就是… 對… 對… 我們不在一起 我可以拍照… 我可以拍照…